U23世界盃棒球賽 超級循環賽 要來看到哥倫比亞交手韓國 率先攻擊的哥倫比亞 一局上就先靠著安打串聯 先去得電 之後四局上攻勢再起 後黑Potreira 事事安打幫助之下 拉開到2D0你先 但另一邊韓國也不適 省油的燈 四局下半 他們的反攻來了 一東西趙勢正 毅然一致安打見攻 拋賽大軍 瞬間半肯佔局 但這一切都還沒完 之後寒太陽仍如其名 帶來希望的光芒 這一局中間方向的安打 幫助韓國3比2逆轉戰局 不過只有一分領先 對於哥倫比亞來說 並不算威脅 五局上半很快就靠著安打以及保送 讓比賽又回到了原點 雙方就這樣一來一往 一直到正規七局打完也還沒 分出個結果 只能加班一腳高下 來到演場賽 韓國隊顯然不想再跟對手 糾纏下去 先是在八局上成功守住 沒有丟分之後來到八局下 一二壘上有跑者 梁承鶴成功執行 犧牲觸觸戰術 將雷上兩位隊友都送進得點圈 之後面對中心打者金隊允 哥倫比亞選擇靜雲保送 讓場上形成滿累情況 下一棒的宋承華沒有錯過這個建國的機會 敲出左邊方向的滾地球 雷上隊友靠著野手選擇會加等分 最終比數5比4 韓國一分之差 棄走哥倫比亞也確定搶下冠軍賽門票 眼看多年勁敵勇闖冠軍賽 日本可不打算讓他們轉美於前 這場交手墨西哥 日本隊在二局下 直接靠著安達串聯 首開記錄 之後三局下半 共識再起 一二雷人的情況下 項羽寬泰這一棒掃向 由外野帶回日本隊的第二分 之後他們再靠著中村遜的高肥犀牲打 以及摘田海斗的安達 再添分數拉開到4比0的領先優勢 除了打線 火力兇猛先發投手 也是不晃多讓 片山樂森 交出五足6K沒有被敲出任何一隻安達 零十分的好投壓制 雖然墨西哥在六局兩局日本換頭之際突破封鎖 攻下兩分 但也已經為十一萬 中場日本隊就以4比2受下勝利 也搶下最後一張冠軍賽門票 回來體育台綜合報導